最近人潮越来越多的 还有在迪化街的年货大街开卖第二天 人气今天依旧强强棍 而有的店家现在就已经彻夜不眠 营业24小时了 真的有这么拼吗 疑问之下这才了解 竟然是为了要防止流浪汉来偷吃 来喝好喝的黑糖茶 欢迎试试大声叫迪化街年货大街开卖第二天 就得立抗8度低温 民众全集到热茶摊前抢试喝 店家使出浑身解数抢生意 有的更夸张竟然整晚都待在这 我都在这里睡觉 昨天是早上10点 到现在 原来是自己做摊位就连铁门都没有年货怕被偷 老板只好整晚自己雇 不过低成本的年货有的老板倒是很放心 反正也搬不走 有的有绑起来 有的竟然就简单的用尼龙布来盖起来 不过好多布一早发现早就已经被打开 这是晚上的时候是不是有流浪汉 加减都会有啦 怎么做 因为他们知道这边固定有东西可以吃啊 你看对面这个就明显会破坏 会啦那很多啦 那没关系啦 拿就拿了 店晚一到这里就像给流浪汉吃的免费流水席 大家偷偷跑进来吃到饱 店家也很无奈 因为年货那么多总不能每天搬 房不胜房 就当过年大放送 中天新闻荒保通关去听前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开 Corin牌